在前天很多我们哈尔滨市民的朋友圈被这样一条信息刷屏了 信息里边写的是不爱请勿伤害 配个视频是一个满身试伤的小狗在垃圾堆里的情况 怎么回事呢 这个事情是前天晚上发生的 在哈西附近的一个垃圾厂里 有一只狗被装在了笼子里 然后扔在了一个臭烘烘的垃圾堆里 我们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到 这个小狗的头部有一个贯穿性的特别特别大的伤口 而且这个伤口严重到什么程度 小狗的那个骨头头骨的骨头都是露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哈尔滨市志愿者协会的一些人员 前往到咱们这个现场 然后把小狗送到了医院去进行检查 检查的过程当中得到的回复是 这个狗狗的头部是面部的一个砍伤的伤口 就是刀砍伤的一个伤口 而这个伤口呢 是从额头直接劈到了小狗的眼睛 而且小狗这个眼眶的周围 它的轮廓整体全是被豁开的 而且能够看到伤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深彻健骨 而且有高幅度的一个腐烂和感染 医生是好不容易把小狗的面部残留的皮肉 进行了清理缝合二十多针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该有多疼 而且不光是面部 小狗的身上还有好多处的口子 而且是沉年的旧伤 这些旧的口子已经愈合了 我们不知道狗狗经历了什么 整个手术的过程当中 小狗是特别特别乖的 而且跟人还特别的亲近 狗狗都知道是好心的人在救它 在猜什么 这不是故什么歌 这不是故什么歌 这不是故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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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的 你看 一张一的 一个口子刀拿的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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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是不是刀拿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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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琳瑩 嗯 也有滚 Twee 不乖呀 这都不决 这兩根煎药 尸隔盐 有人先睡了 好好清理清理 啊 这个是 м 那么没关系 不会 2 好 看了 你说啊 发现的不离车 嗯 不然有你很想念 哪有你很想念 你还拿小碗 看眼泪流到这儿 是 你这链子给都放了吗 我感觉他还喜欢这个东西 他还喜欢这个样子吗 不行不行我去拿走 那你就不是你给它放着吧 这个它煮了气味你不用拿走 别拿走放着就完事了 就让它开始玩吧 你看它煮了气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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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